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条片要和大家讲一下MPF强积金 和理汉天下两年多以来一直出片 讲香港人辛辛苦苦存的强积金 到大家退休的时候是未必拿得回的 我说未必拿得回 不是说强积金或强积金管理机构不给你钱 而是说当你老来的时候拿回的钱 已经不见了一大截 到时那些强积金不单不能让老 更可能因为你有这笔钱 影响到你没有资格拿其他老人福利 即是简单来说每个月你存5%的收入 但老来的时候所得的钱 在到时的购买力来说将会变成继税 而假假地你都叫做有笔钱在旁边 所以很多福利你又没有份 到时你明知道自己那笔钱又不够过下半世 于是退休的老人就要再出来打工 做一些其他人不愿意做的工作 那便勉强够两餐 因为你有一笔钱 雞税那么多的强积金 你又正在上班 所以绝大部分的老人福利 都不用预理了 而政府到时还会大力宣传 老人应该自力更生 这些是美德来的 拿福利是可耻的等等 我的推断一直被人说我放负 说我无根无据 好了 随着时日的进展 我说的情景就不断地一步一步地实现 昨天12月22日 香港的财经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正式向公众表示 说特区政府计划 修改目前强积金的投资法例 怎样改法呢? 改些什么呢? 就是将大陆政府和三间政策性银行 纳入获豁免当局 成为获豁免当局之后又怎样呢? 接着就是强积金可以投资 在那些未有评级的中央政府 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 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债券上 即是简单说 以前不可以投资的债券 现在就修改法例之后可以投资了 好了 让我跟大家解解一下这件事先 对香港人来说究竟有多大事呢? 但在继续这个议题之前 请大家记得支持和理看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和订阅旁边的小铃 另外如果有广告请多多支持 言归正传 首先 为什么2000年的时候 强积金就开始 不准投资这些大陆债券呢? 一句说完 就是这些投资这些债券是不稳定的 回报不高 分分钟 涉到渣都没得剩的 各位 什么叫做投资呢? 就是你假设有回报的 才叫做投资 输的机会 输的机会 但是赢的机会 那些叫做博彩 明知那些钱有去没回 没有的了 那些叫做捐献 叫做奉献 2000年的时候 香港政府是知道的 拿香港人的辛苦钱 去买这些大陆债券 根本不是投资 而是博彩 甚至是奉献 那怎样显出这些大陆证券是不稳定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一个重要的指标 就是这些债券根本没有评级 虽然评级就不代表一切 但起码有评级 即是有通过一个机制去审核 怎样都好 都有些基础 怎样都好 都是有些谱的 如果连评级都没有 那就是完全没有基础 是没有参考的 你说这些债券多稳定 多值钱都可以 任得你说 所以强积金成立的初期是列明的 除非获得豁免 否则是不能投资这类型的债券 当年如果可以投资这些大陆债券 我相信当年的反对声音 是必定会很大的 不过现在不同 现在国安法搞到没有反对声音 现在这个立法会 全部是五光十色的忠诚废物 今时今日 香港政府可以为所欲为 怎样做都可以 所以终于出这一招 这一招就是MPF 可以投资的所谓 大陆未有评级的官方债券 这个许正宇就说 明年中可以完成修例 并开始生效 不一定可以的 现在立法会一定通过的 未来他说 将会循序漸进 纳入更多大陆的官方债券 即是不止上面讲的那几样 还有其他的银行 或者机构都可能 纳入这个范围 接着呢 香港MPF的管理机构 就可以去做所谓这些投资了 这个许正宇就说 不是所有大陆的官方债券 都有评级的 所以 截至到今年9月 MPF投资在大陆官方的债券 只有26亿人民币 占MPF总投资值0.27% 比例是非常之少的 其实这点 是反映了 香港现在MPF的投资 还算稳妥的 好了 跟着这个许正宇就说出重点了 他说 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个部分 所以就应该豁免 大陆官方债券的投资限制 无评级都无所谓了 那就是说 修例令MPF可以投资大陆官方 无评级的债券 不是基于回报的考虑 不是说这些债券 稳妥不稳妥的问题 而是一旦 香港是中国一部分 这些东西你就一定要做 其实潜台词就是说 稳不稳妥你都要做的了 幸好你日后赚到些少 就叫做投资成功 如果拿也没得剩 那就叫做 播效国家奉献祖国 当然 这个许正宇也说 大陆官方的债券 风险很低 排息又稳定 是正事 还说 从此MPF的投资 就更加多元化了 香港要好好地把握这个机遇 情况来到这里 大家看到了 以往香港的收入和支出 是自己作主的 自己决定怎么用都可以 现在一句不可分离一部分 香港政府的钱 如何用 如何使用 如何投资 就要付上一个国家责任 如果你问那些蓝丝 可能他们都会觉得 天经地义 而相信北京方面 也一定会持续向这方面宣传 就用道德的压力 去逼香港接受 香港的钱 怎么用 怎么用 要配合国家政策 大陆官方的债券 有没有得赚 会不会蝕到 渣都没得剩 全部不是问题 为了国家 蝕了钱 都是合情合理的 甚至将来MPF 可以投资一些 完全绝对没有回报的 共同富裕项目 都可以 因为共同富裕是高尚 高尚的道德 不可以只是香港富裕 只顾着你富裕 不理国家14亿的富裕 都可以吗? 总之就不可以了 总之一句说完 原本你的钱 你怎么用都可以 现在他就不觉不觉地 加很多规范给你 说你的钱要用在他身上 遲些 遇无意外 很可能会发展出一个 由大陆成立的指导委员会 直接决定MPF如何投资 于是 MPF整个制度 就变成另一种形式的交税 又或者近似大陆的社保基金了 至于将来 是不是一定得回那些钱呢? 之前我们出片说过 将来香港是很可能会实行 强制的年金 即是怎样呢? 即是不会一笔过给你钱 而改为每月发放 另外如果日后搞到 连每个月发放的年金 都不够钱给呢? 都不害怕 到时就可以延长出钱给你的年龄 即是你原本65岁可以拿回那些钱 现在等等又66、67 总之越等越长 总之就是很老很老 你才可以每个月出到年金 甚至再设立其他的限制 例如你户口存款多于某一个数目 那你每年可以出少些年金 接着呢 他可以说 我不是不给你钱 晚点给 政府帮你存起 将来你一百岁不死的时候 就可以拿回来用的 那现在呢 1.2万亿的NPF 就走到这一步了 很快呢 香港的储备都会 正正式式 纳入大陆的系统里面 就不再需要 像现在这样鬼鬼祟祟了 当香港的储备被抽光 被花光之后呢 香港高税小福利的日子 必然会来临 现在呢 就是低税低福利 那日后呢 就高税小福利 香港人呢 以前很喜欢批评其他国家 说人家税率高的 那大家一后就知道尾道了 人家税率高的国家 都有好的福利 香港就不一样了 交了很多税 而未必有好的福利 到其时呢 80岁的日婆呢 都要努力地撿紙皮 智力更生 共同富裕 好了 来到这里 都是那句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和理看天下 让我们可以和大家继续分析 香港的时局和政情 希望各位支持我们Patreon Patreon的link在这条影片下面 拜拜